原权的报道 日本核辐射外泄危机 引发周边国家的紧张 与日本向来关系密切 只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华盛顿州 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核能议题确实触动了当地民众敏感的神经 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日本辅导核电站自爆发核辐射外泄以来 放射性物质对辅导附近水源及海域造成污染 与日本异洋之隔 关系密切的美国华盛顿州 目前正密切监控日本核能危机 对这个地区的影响 华盛顿州卫生部长玛丽·塞勒基 是站在守护全州居民健康防线上的第一人 华盛顿州有四个空气品质监测站 我们一直严密监控周遭的空气品质 每个过滤器一个星期会送到实验室两次 做辐射分析 到目前为止 我们监测到的辐射结果 一直维持于两个星期或是三个星期之前的结果差不多 仅有非常微量的点元素 不会影响到地区居民的健康 对华盛顿州的居民来说 日本核辐射污染 还不至于造成生活上的紧张与不安 桑迪居住在西雅图市已经有30年了 目前我还没有太担心核辐射入侵的问题 因为西雅图以及整个美国西海岸监测到的含量太低了 如果日本福岛核电厂因为新的问题造成大规模核辐射外泄 我可能就会开始担心了 严格来说 华盛顿州居民的担忧有三个层面 第一是日本核辐射扩散的问题 第二是该地区多年来面临核废料清理的问题 第三则是日本灾后重建的问题 位于西雅图的日本文化及社区中心 自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至今 他们就一直为日本震灾救济而努力 该中心的临时董事亨宁这样告诉记者 我们成立了一个网站叫seattlejapanrelief.org 现在已经有超过50个单位加入了这个联合组织 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把钱送到日本 从成立以来来自不同阶层以及不同背景的人们 纷纷上网捐钱或亲自把支票送到这里 反应极为踊跃 日本核危机目前虽然没有对华盛顿州造成影响 但位于华盛顿州汉福德市 这个曾经是美国制造核子武器的重镇 二战时著名的曼哈顿计划中 用来轰炸日本两枚核弹中的放射性元素布 就是在这里制造出来的 制造核武的核反应炉关闭之后 汉福德市就成为核废料的埋藏地 也是今日美国核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汉福德市有着超过170个 装着100万加仑液态高能核废料的储存槽 有些储存槽自1950年以来就开始外泄核废料 伯里特是汉福德核废料清理计划的民间监督机构 美国西北新的执行理事 他指出日本福岛核电厂反应炉中使用的布燃料 其制作的过程和核武中的布是一样的 福岛核电厂中的布会产生和储存在 汉福德储存槽中一样的液态高能核废料 而我们却还没有极客能处理的办法 这种液态核废料是核废料中最棘手也最危险的 在核废料储存问题之外 汉福德也有华盛顿州唯一一座的商业核能电厂 这座核能电厂刻意地建在离水源三英里远的地方 所以不会有洪水的问题 事实上在日本发生了核能危机之后 汉福德核电厂马上做了一次演练 来验证核电厂的安全措施 然而伯里特却指出 汉福德核电厂正计划将核弹头上拆卸下来的布元素 用作燃料 所有过去有关在汉福德核电厂 使用实验性布燃料的讨论 都在福岛核电厂灾难中验证了 现在大家都开始注意汉福德核电厂当局 隐瞒使用布会造成的影响以及费用 一场日本核灾难 在担忧核辐射污染波及自身之外 还引发了全球开始检讨本身的核能安全 而对致力在善后救灾的工作机构来说 他们还有另一层的担心 我担心的还有一件事 就是人们总觉得日本是第一世界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要捐钱给日本 它不是海地也不是印尼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但现实是这样一个巨大的自然灾害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也是无法承受的 核能发电清洁吗 这次日本核灾让许多人开始真正深思这个问题 美国万化统计者刘恩明发自西雅图的报道